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敬仰他 现在小编带大家来看一下比较出名的几位太监的下场 一 郑和 原名马三宝 被燕王朱棣赐以正姓 郑和虽然是一位不为人所喜欢的太监 但是他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带领船队七次下西洋 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 郑和最后去世后被刺葬于南京牛手山 受到世人的敬仰 二 王震 他是明王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太监 做了很多坏事 勾结他人 作威作福 非常令人厌恶的是 他竟然让明英宗出征 结果五十万军队全军覆没 明英宗也被掳走了 王震这位太监的结局也挺惨 被明朝大将军 樊忠一锤子给锤死了 三 魏忠贤 在受到明熙忠的宠信后 就开始排除异己 凡是得罪他的大臣 基本都被干掉了 他还专断国政 自称为九千岁 可见多嚣张 相对应的 他的下场也是非常惨的 崇祯皇帝 即位后立马逮捕了魏忠贤 并让其自己上吊死了 四 冯宝 家境年间入宫 他算是明朝太监里面 真心为国的人 还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 在私里间尖刻了很多书 他因为被明神宗队所记恨 就被放逐到南京 冯宝去世后 明神宗就抄了他的家 五 刘瑾 小时候被太监刘顺收养 之后做了太监 他也是最贪婪最专权的太监 他在得到明武宗的宠信后 就开始引诱武宗 让他慢慢开始沉迷于玩乐宗 自己趁机开始专善于朝政 伤害那些与他不合的大臣 他的抱怨也是非常的惨 最后刘瑾被凌迟了三千多刀 从他家里也搜出了很多财物 他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 可见虽然太监的生理本质相同 但由于自己一辈子做的事情不同 他的下场也是不同的 由此也看出做一个太监也不太容易 所以还是生活在现代比较好 至少没有那么多残酷令人发怵的刑罚 以上就是本期是